这鸡蛋呀不要老炒着吃和煮着吃了 你像我这样做成小零食 保证大人和孩子呀都抢着吃 首先大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让它加入三克食盐和三十克食用油 然后再加入三十克的花椒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以后 再加入350克面粉 然后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 用手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打上保香膜 醒发十分钟 醒好的面团用擀面杖擀成薄片 这里要注意面片擀得越薄越好 全部盖好以后 找一个你喜欢的瓶盖 把面片刻成圆形 然后用筷子蘸水 像视频这样刻出一道印 接着再把面片挪在一起 再用筷子把两面都压一下 然后像视频这样打开 接着油温三成热 泡入油锅 开小火炸至一分钟 炸的时候要注意要不停的翻动 炸至像视频这样 表面金黄 焦香酥脆的时候捞出控油 这样一道好吃的炸花果就做好了 以后我家里有多余的鸡蛋 你像我这样做成小零食 焦香酥脆特别好吃 关注一下 看更多精彩内容